我们密切关注几内亚形势发展 注意到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表态 中方反对政变夺权 呼吁立即释放孔带总统 我们呼吁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从几内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关问题 维护起国内和平与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